这是大西洋上最新流行的捕捕方式 同样是以捕猎蓝旗金枪与卫生 当其他渔民还在老老实实地使用传统调化时 他们却开创了人传机三合一列杀法 成本其高却也相当高效 虽然在传统渔民的眼里 这种开挂一般的手段简直没有灵魂 可这是在大西洋每分每秒都是拿命换钱的地方 能不到鱼才是硬道理 这回飞行员马克正驾驶着侦察机在海上盘旋 百合号也跟着他的指引行事 很快马克就从高空中看到几个明显的白点 是一群在海面游泳的金枪女 他赶紧将坐标分享给好莱坞船长 得到消息后 船长立刻来到船前的延展台观察情况 船员吉米则根据马克的指示 慢慢控制着船靠近鱼群 判断位置和距离都非常合适 好莱坞投出了鱼刹 幸好马克十分给力 他在侦察机上看得远 很快又发现一群金枪女 于是百合号立刻向目标海域驶去 船长再次来到延展台上 握着鱼叉摆出攻击的姿势 鱼群就在船的前方 现在是好莱坞号的狩猎时刻 两人合力将金枪女拖上甲板 就在他们庆祝的时候 马克又发现了鱼群经过行长的白蜡 百合号来不及歇息 马不停蹄赶到了新的捕鱼店 海上的景象没有让他们失望 金枪女在船前一次排开 任由他们挑选 那好莱坞船长可就不客气了 用力将鱼叉刺向他看中的姿势 这一下让金枪鱼晕在船尾 彻底没了反抗的力气 两人很顺利就用铁钩把鱼钩上完 两条大鱼并排躺在甲板上 把位置都占满了 经过测量 长度都在两米左右 好莱坞船长可不想浪费双倍的油钱 赶紧指挥着飞机和船返回港口 收获商将两个巨物掐头去尾 再进行称重 重量分别是234磅和349磅 接下来是检查核心样本 能不能卖出高价就看这个环节 第一条鱼有些瘦 没有多少脂肪 只能卖2800美元 好莱坞心态还不错 它还有第二条鱼在手 怎么都能挣点钱 所以完全不慌 这条鱼也确实没让它失望 百合号通过新型补鱼法 总共收获了9000多美元 但和每次出海的高消费相比 这些钱根本不够看 他们还需要补更多的鱼才能赚钱 提难号的船长和大副之前 都在百合号上打工 积累了补鱼经验后 老哥俩决定自立门户 还跃跃欲试想要击败好莱坞船长 为此他们苦练投掷鱼叉的动作 每天都拿根棍子来到屋顶 对着干草堆就是一通扔 可就算技术练到位了 他们也才刚起步 没钱雇用飞机 所以这次出海 只能使用简化版的补鱼方法 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尺 在瞭望台上仅靠肉眼观察水面 寻找鱼游动的波纹 盯着大海看了好几个小时 他们终于锁定了一处沸腾的海域 水面下是一大群金枪鱼 数都数不过来 大副吉布斯双手把着身旁的两条线 踩着支撑向延展抬走 这一小段路程就像在走钢丝 两人一个在船头 全靠大声喊话不断调整方位 让鱼和船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吉布斯看准时机 展示自己的投插技术 只是他们高兴早了 金枪鱼突然加速下潜 响游到船底挣脱鱼叉 两人赶紧来到甲板上 一点点拉着鱼叉的绳子 把鱼往船边拽 可以看出鱼的求生欲望很强烈 还在用力朝反方向游 格雷格船长决定制止这条鱼 又在他身上捕了一鱼叉 鱼彻底没了脾气 套上了猥琐 两人合力将鱼拉到船上测量尺寸 这条鱼全长2米6 是个大家伙 于是他们驾驶提难号返回港口 想问问收货商如何评价 去掉鱼翅等边角料后 金枪鱼竞重441磅 收货商取出样本后 格雷格为了让鱼卖出好价钱 迫不及待的赞美钱 最终收货商愿意以1万多美元 收下这条金枪鱼 这是提难号今天收到的最好的消息 保罗的船在前面几周一直颗粒无收 他认为是船名不够好 于是就把船名改成了帅出天际 结果也没让他失望 鱼探仪终于滴滴响了起来 下一秒船尾的鱼竿就动鱼了 保罗眼急手快 握住吊杆开始溜鱼 两位船员则跑去发动引擎 船上意识有些混乱 船员毛罗不知不觉中 接过吊杆成为主要 其他人就帮他扫清障碍 把多余的吊线收下来 坚持了十多分钟后 毛罗终于找到时机换岗 没想到巨物也突然开始发力 可把人类的勾向 在他的努力下 半个多小时后 与其终于露出水面 大家都跟着忙碌起来 这条鱼并不服气 被网钩碰到后甩着尾巴剧烈挣扎 可惜他还是逃不过这些渔民的手掌心 套上猥琐后 只能乖乖待在船尾降温 几人欢呼着向港口驶去 期待能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 甩出天际号带回来的金枪鱼 掐头巨尾还有596磅 可以说是胖出了天际 接下来又到了紧张刺激的样本检验环节 收获商认为这条鱼的肉质也称得上完美 每磅价值22美元 最后这条鱼的成交价值13000美元 保罗他们没想到能有如此丰厚的收入 一个个都激动坏了 火热号上的狗子是他们最好的帮手 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突然开始吠叫 紧接着就传来鱼竿被拉扯的声音 几人在狗子的提醒下赶紧来到甲板上 船员先把吊杆转移到团围 然后就开始甩动手臂收线 抵挡鱼的第一步发力 提捷船长配合他控制船的方向 几人在甲板上盲成一团 这条鱼力气倒是不小 逼得船员不得不持续收线 迈克不愿兄弟受苦 赶紧顶踢上来和他换岗 在上手拉线的过程中 迈克感觉到不对劲 他认为是吊杆上的泄力装置出了问题 于是迈克手上动作不定 嘴里喊着其他人帮忙检查 提捷船长的父亲老提捷 伸手摸了下谢力发 表示以他多年的经验判断 绝对没问题 可他话音刚落 下一秒就出了一万 虽然老提捷得高望重 几人还是忍不住对着他口吐芬芳 他们认为这次脱钩完全可以避免 老提捷就不应该上手 此时黑尾一号的船尾 响起线轮扯动的声音 他们也有意上钩了 船员桑卓虽然年轻 却发挥出主吊手应有的实力 他一手紧紧握住鱼盖 一手操作摇杆收线 动作叫一个张弛有动 卡罗拉船长则配合他转动方向盘 风浪正在逐渐加强 想在这种环境下 捕鱼并不轻松 卡罗拉船长不停给桑卓加油打击 小伙子也很给力 脸杖的通红还在坚持和鱼搏斗 将近一个小时后 已经能透过水面看到金枪鱼的身影 他正向着船底游过来 桑卓有些担心鱼会借此脱钩 加快了收线的速度 卡罗拉船长也边开船边注意鱼的情况 然而他们的担忧还是成真理 忙碌了这么久却一无所获 这让两人很无奈 风车号的鱼探仪也标记到了大鱼的身影 发出滴滴声 就在船员不卧时 鱼瞬间咬头了 几个年轻人倒是有条不韦 做好了和鱼对抗的准备 凯勒船长观察到鱼线被扯出很长的距离 他判断这是一条长尾纱 船员并不认可这个说法 他正亲自合一较量 血泻上钩的就是金枪鱼 究竟谁对谁错 还得把这家伙吊上来才知道 于是泰勒将吊杆移到船尾出谱地 有另一名船员接过收线的任务 继续留意 鱼竿在双方巨大的拉里小弯曲 泰勒已经不报希望 干脆回到船舱收拾行李 还是船员将他喊了回来 既然确定了是金枪鱼 几人都认真起来 戴维小心握着鱼线不让鱼溜走 泰勒开着船跟上鱼的速度 僵持了一会儿后 泰勒忍不住推开戴维亲自上阵 和巨物来了一场一对一的比拼 人鱼大战进行到白热化阶段 水面终于出现了鱼的影子 戴维性子急 看到鱼后拿起鱼叉就想投 泰勒急忙制止 让他等等再说 这时鱼已经靠近船垫 戴维直接一叉子丢下去 却因为着急射偏了 这可把泰勒气坏了 好在他们很快就等来第二次机会 这次戴维没有拖后腿 双手握紧鱼叉用力死 成功让鱼失去了动力 几人的配合还没那么摸弃 手忙脚乱了一番 才被鱼套上尾绳 将它拖在船后降温 随后几人借助起重机 合力把这大家伙吊上了船 经过测量鱼长两次 体型不算小 风车号势头正胜 泰勒想趁着这股劲再吊上一条鱼 于是开船前往另一个钓鱼点 没想到船刚停稳就有余上钩了 此时风暴已经形成 在合于对抗的过程中 海浪不断拍过来 给他们浇了个透心梁 更糟的是浪越来越大 每次都能涌上甲板 水已经积了快半米深 再不速战速决船就撑不住了 见起的浪花还在干扰船员的视线 它没有办法 只能拼命收线把鱼拉向海面 还好这个环节比较顺利 很快鱼就进入了鱼叉的攻击范围 泰勒大概是偷偷学过功夫 在摇晃的甲板上依然稳如老狗 看准时机就刺出鱼叉 几人怕鱼在风浪中挣脱 赶紧给它套上猥琐 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就在他们捕鱼的功夫 波涛变得越发凶勇 几人刚把鱼吊起来 船就剧烈颠簸 鱼被迫在空中荡起了鞦韆 折腾一番后鱼被放到甲板上测量 有两米赛一场 远远超过了捕鱼标准 有这两个大家伙在手 风车号决定即刻返岗 看看他们能卖多少钱 切掉鱼为等边角量 第一条鱼重320磅 而另一条足足有386磅 经过收获商仔细观察 这两条鱼的核心样本都不错 总共能卖出13000多美元 风车号一夜暴富 跃升至排行榜的榜首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请互动关注 齐哥持续更新